我從聖神經 幼兒女經 我體會出 對於男士、丈夫有四句雞 對於太太、女士也有四句雞 恭喜你們 我在《善生經》和《玉爺女經》裡面 體會到做先生的有四句計 也都有四句計 是要奉獻給太太們的 做丈夫的四句計 第一句 身邊少帶錢 做先生的第一句就是 身邊少帶錢 男人身邊錢很少 會做一個好丈夫 男人身邊錢放得很多 恐怕出問題 男人身邊少帶錢會是一個好丈夫 如果錢多了會出問題 第二呢 男士出門說去出 到哪裡去 一定要告訴太太我到哪裡 不怕她打電話來查情呢 第二點呢 做先生的出門要說去處 要告訴太太 你去哪裡 不要怕太太 打電話來查你 第三呢 回家未醒了 回到家 太太你很辛苦啦 我手得很乾淨啊 做什麼很好啊 我菜很好吃啊 這個娘娘要讀出這種好聽的話了 第三點呢 第三點呢 就是回家 衛生龍 那個先生回到家 要跟太太說 這個地數都很乾淨啊 飯煮得很好吃啊 桌子擦得很乾淨啊 要經常這樣對太太 講這些讚美的話 第四句 就應酬成爽對 假如要到哪裡 要請客啦 要做什麼啦 爽爽對對 你夫妻一同去參加 最好啦 第四點呢 就是應酬成相對 如果有什麼人要請你去哪裡 宴會啦 去哪裡應酬啦 最後夫妻兩個一起去 太太們也要注意四句子 太太呢 也都是要注意四句子 第一句啊 家庭是樂園啦 要把家庭裏面布置真正的 像個樂園一樣 很清津 真正 很有氣氛啦 家庭不弄得很乾淨啊 家庭不弄得很乾淨啊 算了 不要回家了 第二句啊 其中一句話是要注意 要把家庭裏面布置真正的 いい美食 他要做好的菜 要長破男人的性 先掌握她的罪和口感 第二句就是说 饮食要有妙味 就是说你的菜要煮得很好 有一句说 你要掌握一个男人的心 先要掌握他的口 先生一下子就想到赶快回去 太太的菜很好吃 因为这样的话 先生放了工 就会想着要快点回家 因为太太煮的菜很好吃 第三句很重要 关怀和赞美 第三句非常重要 就是说 关怀加赞美 丈夫一回来 你要关心了 天气冷啊 加一件衣服啊 这么热脱一件衣服啊 赶快喝茶 赶快来一个人毛巾 一份包子 你好伟大 多少事情你做得很好啊 这个男人也很幸运 挺赞美的啊 可是 太太们不辞职徒 常常见到姓人回来呢 你这个死鬼啊 到现在才回来啊 嫁给你 真倒霉 没有好的刺 没有好的床啊 这个现场怎么肯回来呢 所以啦 当先生放工回来的话呢 做太太的 应该呢 要时时讲一些好听的 赞美的话 你这个天气好热啊 要脱一件衣服啊 或者是很冷啊 要多穿一件衣服啊 或者 你好伟大啊 你好擅长啊 因为 男人也都是喜欢听这样的话的 一般人呢 不懂就是呢 先生一回来就说 哎呀你这个死鬼啊 这么慢才回来 你又不懂赚钱 又没用 这样先生一定是不喜欢回家的 第四句啊 做这个太太的啊 要信用我秘密呢 对先生要信用 没有秘密 这个太太常常啊 可能讲 你不要告诉我先生啊 不要给我先生知道啊 不要这样嘛 夫妻有什么秘密 甚至啊 我有点死房钱 不能给他知道啊 到寺庙里面布置啊 不能给我先生知道啊 不要这样 做夫妻的啊 没有秘密 那先生相信你 什么都是很有信用的 这个也很要紧的 第四句呢 就是说 信用没有秘密 意思就是说 什么事情 都要给你的先生知道 不要说有一些什么 瞒着他 不要跟别人说 哎呀 你不要说给我先生听啊 这个事呢 你要保持秘密啊 或者呢 有一些私房钱啊 不能够给先生知道 我们做夫妻 不应该有这样的秘密 在佛教的预言女警里面说 怎样做一个女人呢 要做母妇 做臣妇 做媚妇 做夫妇 做妇 做妇妇 我们在玉妇 我们在玉妇 女经里面 有这样说 说一个女人 应该是 怎样去做法呢 有说 要做一个母妇 要做一个神妇 要做一个媚妇 要做一个体妇 要做一个夫妇 所谓做一个母妇的女人 就是自己对的丈夫 像母亲一样 那么样的慈爱 所谓的母妇呢 就是说 做一个妻子 我们要好像一个母亲 去爱护 照顾我们的丈夫 像个臣妇 就做臣子的 把自己的丈夫 当个君王那样的奉侍看待 所谓的臣妇呢 就是说 自己要好像做一个臣子那样 把自己的丈夫 当作是一个君王那样来对待 做一个媚妇 就是好像 我是个小媚 丈夫好像是我的大狗 我能不能以恋她 靠着她 要做一个妹妇呢 就是说 我们要好像自己是一个妹妹 对丈夫呢 是一个大哥哥 依靠她 信用她 觉得我是一个媚妇 我把丈夫当作主人 我要侍奉她 作为一个媚妇呢 就是说 将先生 当作是一个主人 我好像她的奴婢 那样来服侍她 做一对夫妇 相敬相爱 做一对夫妇 就是说 要相敬相爱 做一对夫妇 感谢